自从来到龙潭村 一幕幕的场景 让林明前怀疑 这里的一切都是假的 麦子不是绿色的吗 为什么变成黄色了 摔机没有 奶奶摔机没有 两床都没有 她的这种怀疑 终止在一次与邻居叔叔的对话里 我想问一下 你们一年收入差不多在多少 我们一年收入就千八块钱 真的有那么低吗 那么低的 我们能活就能活的 只是那么一点钱 一天的生活费 每人只是几块钱 一两块钱 我们那边买件衣服差不多 不算开会 不算便宜到三千两块钱 人这个熟不成 一时刻 有时刻 没过啥好日子 他就 无碍了 哭的 而偶然发现了一篇小方的作本 把林明前彻底拉回了现实 有一个幸福的家 在家里有亲爱的爸爸妈妈 还有姐姐 爸爸面朝黄土背朝天 每天靠身手 挖来的草药来缓解疼痛 有一天 爸爸把我和姐叫来 表情很凝重 爸爸叹息着 长说了一口气 说 闺女们 我们家的条件你们也看到了 我有高血压 重体力活干不了 你们妈一个人的胃 也攻不起你们两个人 所以只有一个人能够上学 你们自己考虑一下吧 谁放弃 当时我沉默了 姐姐哭了 爸爸也抹了抹眼泪 默默地离去了 我能理解爸爸的苦衷 我也想要过放弃 给姐姐机会 可我害怕一旦说出来 我的梦想就会破灭 我也想上学 我也想考大学 我也想通过学习 改变我们的生活 看了之后感觉就是挺可怜的 她一个爱 很期待我也没生活